大家好,我是顾爱秀山 这个视频呢,咱们深度点评向浪潮信息 紫光股份,中芯通讯,武汉反股 好,那么在解读之前呢,给大家做一个巩固 就是前面呢,咱们所分享的几个内容核心点 也说对于基本面的一个分析 那么呢,简单处讲 F10 F10里面呢,一看 经营分析,这个经营分析呢 主要看它的主要业务是干什么呢 我们要了解它的什么方向,什么行业 或者说是主要经营业务 主要是做什么呢 然后的话呢,它的一个营业收入 这个收入有的主要业务是单一的 非常其中,有的呢,主要业务是分散的 分散的话呢,有的是属于五花八门 有的呢,又属于分散的 但是呢,它又属于同一个产业链当中 好,那么这是一个维度 就是知道它做什么呢 那么才有一个行业的角度 第二呢,从财务分析上面来讲 才是业绩的角度 那么业绩看的是优劣和词语性 优劣的话,首先先看最近的 例如说像 当前哪个季度 或者说呢 到了某一个时间 时间级年 一季度 二季度 或者是 单年报 或者是三季度 或者是年报 就先看最近的 然后呢,再看从最近往前面推它的词语性 好 当然了,如果说想研究的更深一点 也可以呢,去浏览一下像公司公告 公司公告的话呢,看的是近期有没有明显的利空 或者是演词等等 这是对于基本面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技术面的话呢,分析它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更建议是先大后小 大的话呢,先是走势定位 这个走势定位的话呢,指的是 例如说从结构的角度来讲 当前是属于上涨结构的延续当中 上涨结构过程当中的回撤 还是属于上涨结构当中的延续当中 这是一个 还是说呢,是属于下跌过程当中的延续 还是下跌过程当中的反抽 还是属于下跌结构框架内 还是属于在整理结构 这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讲 那或者说从曲折的话呢 是属于向上的趋势 还是向下的曲折 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模底或者平台内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 人在小周期的话呢 这缩小一些范围就是它的近期的压力之深 然后再者的话呢 从技术从跟踪的角度来讲 那么它的一个跟踪核心 技术关键位 就是当前它的一个多空坚守的一个方向 这是技术的一个分析 当然再结合了像量价关系啊 或者是MSD看它的一个强弱 是否有顶底背离等等 然后从产队结构的话呢 对应了就属于 它的属于当前是属于什么级别的 什么阶段 然后的话呢买卖点的应对 好 人的从交易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咱们近期最新所分享的像三线操盘系统 包括了套定三部曲 建议粉丝朋友的感兴趣的可以多浏览浏览 好 那么咱们来结合个股来进行点评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浪潮信息 好 那么浪潮信息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首先咱们呃 先看一下基本面 F10经营分析 经营分析里面呢 它是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系统集成的开发生产销售 好那么它的主任业务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的 98%的营业收入 来自于服务器及部件 好 然后再看它的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的话呢 它也是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这个基本面的话呢 例如说最近的是一季度 一季度的话呢 它的一个规模金利润 是2.4个亿 通于增长的话呢 利润增长率是76% 然后我们再来看过去 呃 两年或者过去一年 那么从2019年的6月份起 它的一个 经历增长率 从6912 2020年的36912 它的一个经历增长率 分别是39% 39% 41% 47% 40% 49% 22% 它是48% 21% 57%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呃 一级的提振 好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有业绩的一个提振 为什么前面它跌的这么凶 或者跌的这么 走的这么弱 我们前面给他讲了 基本面对于股价的影响 是中长期的一个视角 但是呢 市场当中还有一个词 叫做风格的问题 就属于当前市场 属于风格的 什么风格 例如风格里面列说 呃 是中体财 还是中权重 这是一种所谓的二八分化 还是八二 这是一个死角 第二的话呢 哎 当前列说的像 以这种 嗯 顺周期方向的 还是上偏向于科技方向的 还是偏向于 就是在不同的节点当中 市场的资金主流进攻的方向不一样 那么 列说在2020年的 300年主流的方向的话呢 其实就属于像 以医 医药 移情 相关的 再次的话呢 2020年全年像能源车 包括它像酿酒方向 它是属于市场的一个 主导 持续性比较强 好 而科技方向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是属于 呃 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当中 好 那么 它一方面既然有业绩的一个支撑 那么长 中长期是可以看好的 然而我们再回归到技术面本身 回归到技术面本身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当咱们前面呢 其实在这样的节点 呃 我们来看 从48块 三毛七 一路下跌 跌到24块三毛一 基本上是腰斩 腰斩过之后呢 它走出了这个位置呢 走出了一个 一根大阳线 然后呢 突破了这样的鞋箱下的 这样的一个平台 但是突破过之后呢 当时给出了一个定位 就属于超跌反弹的走法 那么超跌反弹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那么有没有小机会呢 有小机会 但是呢 它是超跌反弹 还没有性能趋势 那么144年就愿受到压制的 好 144年受到压制 那么呢 哎 这个位置出现手把 反弹反弹反弹 144年就愿成压 回撤 回撤下来之后呢 20反弹 144年均线成压 再回撤 回撤下来之后呢 它对应了 回撤 考验的是前低始终不破 这个位置呢 不破前面低点 这个位置呢 也没有破前面低点 然后呢 再一次向上 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拐点 513 陆续上升114 但是呢 对应了量能没有持续 而且呢 出现这样的平凡的上线线 平凡上线线的 当时的一个观察室内 下方坚守 144年均线不破 为强 破则为弱 那么如果说 你在战略界内有尝试的 破了144年均线 你有没有及时的应对 很重要 如果即时应对了 那么呢 尝试低吸 破位止损 其实呢 它也是一个 正常交易当中的 一个浮亏 或者是 风险控制的一个决策 但是如果说 没有去应对 那么它就会面临 反反复复 即便 基本面比较不错的 或者是未来的方向 比较不错了 那么这个过程 可能也会比较煎熬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又面临这样的一个 节点 什么节点呢 从24块三毛一 这个位置呢 我们把低点和低点相连 对应呢 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 模底的趋势之争 线来看 而当前的话呢 一根长阳之后呢 它也是连续多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天 连续九个交易日 收盘在140年局限的上方 那么和前面这个位置呢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呢 随着实际的推移 它会有一些 从 它的一个 势能来看的话呢 又有一些区别 什么区别呢 前面 144年局限呢 是属于水平向下的 那么随着震荡当中 再进相当拐头 当前水平 140年也是属于向下 但是它的一个邪力在变缓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那么对于浪潮信息的一个 技术跟踪视角的话呢 也可以当前呢 依然可以把它做 144年局限作为一个 原则关键位 技术的一个关键位 那么只要说 震荡当中不破 140年局限是可以 潜伏或者是低吸 破的话呢 即是止损 那么后面呢 如果说再进行 震荡当中 量能起来走强 513 140 成功都特排列的一种状态 后面呢 可以按照咱们三线操盘的 交易口诀来进行跟踪 那么呢 沿着武军上涨不破 然后的话呢 温和放量 是良性的一种状态 那么呢 偏力武军防回头 偏力武军可减持 偏力武军不可追 13不破可低吸 武军十三 其上走方向不改不换筹 这是咱们前面讲的那个 交易跟踪的一个思路 好 那么当前 水在那规定上 而且它的一个 走法的话呢 我们在潜高的节点 在这个位置有个小的平台 对它来讲是有个承压 所以说呢 它也不太容易出现 一出而就的一口气上去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只要不破 140年军线 都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然后看它能不能 震荡当中不断的走强 好 然后呢 形成军线都特排列 同时的话呢 如果说一旦再一次出现 历史行情 历史的一个充严 那么呢 你能不能及时的应对 能不能及时的控制风险 这才是观念中的观念 好 这浪漏信息的有技术表达 好 那么我们再来就看 像紫光股份 紫光股份的话呢 近期也是咱们 多次点评到的 那么这一只个位呢 它也是从37块72跌到17块 2毛8 也是属于腰斩的股票 那么腰斩的股票的话呢 那么从它的一个 先看基本面 基本面的话呢 经营分析 总业务构成 数字化基础设施 及服务 IT产品分销和供应链 好 然后呢 财务分析的话呢 它也是有基本 基本面算是比较稳定的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它的技术 它是属于超低反弹 而且呢 前面是腰斩 腰斩过重量下跌当中 给出低背离 当前也是刚刚上穿 140年军线价格 价格 占在140年军线上方 5上穿 140年军线 13年军线还没有上穿 那么上方呢 如果从技术表来讲 上方 我们要知道 它前面的高点 这是颈线位的位置 好 上方呢 像前高 它是有这样的沉压 好 当前的话 在前面这个位置呢 它也是有小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当前的量能是 近期是有量能的一个体现 MSD三菱轴 那么呢 足力升等呢 也是即将上穿 还没有上穿 那么对于子王股份的一个技术 更多的话呢 更多的考察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最好是连续冲高过之后呢 最好是等它有一个增浪或者回撤 那么我们可以把前面的17块 2毛8的位置作为一个 这个位置可以作为一个五分钟的中枢 然而相当离开段当前呢 离开段走的比较强 但是呢 如果说回撤一下 这个回撤的话呢 能够靠近一下114天均线 好 或是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增浪的做法 增浪的话呢 让13年均线能够跟上 140年均线能够上穿 而后呢 量能不缩 不出现极致的缩量 不出现前面这样的一个极致的缩量 而后呢 再进走向 它才有可能走着哪一个核子的趋势 那么如果说当前的话 持有往上又防范的是冲锅回落 好 这是对于子王股份的一个态度 那么当前呢 如果说这有没有上涨 有没有结束到目前为止 还是严论五军上行 那么所有的长头上的严五军 五军不破可持有 那么以五军作为跟踪 用长轮时间的话呢 那么耐心观察 什么时候出现顶分 一旦出现顶分的话呢 要防范 尤其是强顶分 强顶分后面呢 不能提高 就是一个防范基点 回撤 如果说回撤下来 对应的 比较立项的一种状态的话呢 在这样的一个 呃 基点 好 正一下 正一下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 好 13年圈也上升140年均线 而后的话呢 再进行走强 那么呢 它才有机会 形成趋势 当前的话呢 也是 前高位置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承压 这是紫光股份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那么跟踪视角的话呢 小周期 先坚守五军 但是呢 随着连续的上涨 那么在上周五的时间 是属于缩量一样 待上赢 那么短期来讲呢 它可能会面临小的一个调整 那么调整下来之后呢 坚守140年均线 好 如果说呢 用禅令结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可以期待 或者说可以 等它形成第二 看它会不会给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好 那么从17块2毛8的位置 这个位置 做一个五分钟中枢来定看待 如果说呢 回撤下来 其实呢 走一个一分钟的 下跌结构 不破 五分钟中枢的上沿 对应的 它是五分钟级别三买 五分钟级别三买 给出过之后呢 看它会不会给出 三买转二买 还是转一买 然后呢 会不会构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然后这项的离开 这是它的一个一般的推演方式 好 这是紫光股份 那么再往下面去看 像中兴通讯 中兴通讯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当前也是 如此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其实它的 基本面来讲 尤其是一季度 一季度的话呢 它的归属 归母经利润呢 是21.8亿 利润增长率呢 经利润增长率是179% 它是有业绩提振的 只不过呢 前面 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关于解禁 就算在前段时间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解禁的因素在 所以说呢 它制约股价的这样的一个 对于股价来讲是一个 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制约 好 这是前面 对于股价的一个影响 或者对于事件的一个驱动 那么我们来看 像中兴通讯这一支 个股的话呢 前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对应了 它也是属于超跌反弹 超跌反弹的话 一百四十年军业成压 超跌反弹一百四十年军业成压 而当时的话呢 记得有的朋友呢 是属于 明明知道 或者明明听到或看到了 但是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 然后的话呢 其实 即便它最终能够上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煎熬的 所以说呢 对于 一个资格物或一个方向 即便你看好它的未来 最后呢 也要结合基础面的一个知识的因素 然后呢 仓位的一个调配 让自己呢 能够保持更加灵活 好 那么对于中心通讯当前的一个 跟踪视角是什么呢 它说五十六块五的位置 下跌到二十七块 六毛八 其实呢 也是属于腰斩的走法 而且近期的话呢 下跌当中也呈现了这样的底背离 当前的话呢 价格也是刚刚站上了 一百四十年军线 但是呢 军线的位置呢 还没有实现上穿 所以对于中心通讯呢 这样的个股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个人的观察节点是属于当前依然是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超跌反弹 来劲看待 还没有真正性的趋势 只不过呢 它的一个常论表达的话呢 在前面呢 是属于急促的上涨 是一种消耗的一种走法 就是属于消耗两能 尤其是距离上方压力 然后呢 经过一个急促的一个冲高 毕竟压力 那么呢 量能是对能 多方能呢 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后面的话呢 很容易出现回事 好 除非有重大的利好 那么这两次的话都是一种消耗式的量能 然后呢 急促的一个冲高的140年区域 而当前呢 给以往相比来讲不同之处 从27块08 冲高回次 冲高回次 它有小的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虚式的一个平台来看 再进行冲高 冲高的货州呢 又一个回次再向上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其实是有机会 和前面相比较来讲的话呢 哎 从残忍的维度来讲 这个位置震一震 能够形成和它同期别同方向的一个中速之后呢 可以期待再向上走离开段 这就是有残忍的一个表达 来进行跟踪的 然而其次呢 我们再来从均线的维度 均线的维度 当前这个位置呢 不怕它调整 也不怕它下跌 但是呢 下跌的幅度很重要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呢 它的一个调整幅度 只要说呢 最终还能够保持在140年均线上方的运行 好 对应的话呢 它又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低点和低点相连 就是所谓在这样的一个周期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进行增浪整理 然后呢 保持五均上传144 然后呢 13年均线慢慢也上传144点均线 形成这样的多多排列 最后沿着均线进行跟踪 好 这是中心通讯的一个技术表达 MIC已经上了一周 然后呢 主力成分指标 当前的话呢 我们再观察前面两次 好 前面两次的话呢 价格 在这个节点受到主力成分指的压制 在这个节点受到主力成分的压制 在当前这个位置呢 也是主力成分的压制 但是呢 它接下来 只要说呢 价格 震浪 最后它当前这个位置呢 最好是 轻度回撤 然后的话呢 有一个震浪的一个走法 震浪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了 它能够保持在均线的一个上穿 形成拐点 然后的话呢 它价格又能够稳在主力成分线的上方 主力成分线的位置呢 是三十二块三毛三 好 那么一百四十年居然是三十一块九毛四 这些都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这是中心通讯 所以说呢 当前还是处于一百四十年居限压制的一个范州 在突破的一个临界点 但是呢 它没有 如果说有回事呢 可以去尝试去潜伏 但是呢 尝试潜伏的同时 一定要提前4号持损位 而且咱们在五月二十七号的时间呢 其实就有过一次重点的这样的一个点评和跟踪 但是当时点评的跟踪的视角呢 其实是从长论的角度来讲 当时 它的属于五分钟中枢 然后呢 期待向上离开段了 现在离开段已经兑现 那么兑现过之后呢 它是 还来考察第二个五分钟枢 逐渐 好 当然当然了 现在是离开段了 也许当中 好 这是中心通讯的技术表达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武汉反骨 武汉反骨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当前 它手板过周呢 第二天冲高 不能连百天雷五军 而且呢 一百十四年军压 只不过呢 如果说整 因为近期科技方向呢 大家会发现它也是交替有资金的尝试 那么像这样的个股呢 从二十六块七毛一 跌到十一块一的位置 也是属于严重的超跌 加上底辈离 好 那么近期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资金移动来看 资金移动呢 这个位置呢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更小级别的从十一块一的位置 它也是有一个小级别的 这样点中枢 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无被迟 回撤下来 补破 中枢上延 对应的会一个五 大概的会一个给一个五分钟级别的三买 就这样对于武汉反骨来讲 回撤不破 中枢上延 它给撤一个五分钟三买 然后呢 再往上 那么靠近一百四十年军压 前高破位不破 其实都是卖点 好 那么如果说再进回撤下来补破 中枢也甚至连前面的这个高点都不触 中枢然后再向起来离开段 如果离开段走的比较强 那么才是真正的 有可能会 突破一百四十年军压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五十三上穿 如果说能形成拐点 后面才能进一步走强 好 这是武汉反骨 那么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看 那么下方的五分钟中枢的上延 在什么位置呢 在十二块一毛五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它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和点赞 其实呢 更多的这种分析视角逻辑 以及呢 培养一些良好的分析习惯 以及呢 交易的应对习惯 至关重要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那种 更多的从技术角度 经验的角度 来进行交流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赞赞上 好 再见